听众姐妹感谢主 我们又一起来敬拜了 你知道吗 敬拜真的不是 好像只是唱唱歌等人 敬拜是把你的心对齐来领受 你知道吗 当你的心对齐上帝 你领受到今天神对你说的话语 特别是那个对你的Rama 你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你就可以看见 超自然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所以让我们一起好好来敬拜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耶稣基督全能的山 道成柔衷 一马内里与我同在 你是我的主 耶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上帝本体的真相 永远的命令 拖住我游 你是基督 神的爱子 你的保险 谁免我醉 我的供应 我的盾牌 我的救助 生命的主 奇妙存识 全能的山 拥在地府 和平的军 公平掌权 我全真知 世事长寸 只等永远 只等永远到永远 耶稣你是 当不真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致 生命的量 复活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世我难产恩义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有我大祭祀 有我大祭祀 你天天为我道歹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终有一切 耶稣基督 全能的山 道成肉热 生命是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路整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量 复活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使我们成一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勇活的祭祀 你天天为我道歉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就有一切 耶稣 耶稣 你已是道路整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量 复活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使我们成一 你永远活着 他同会离开我身边 永远活的祭祀 你天天为我表告 我的好母人 我你好母人 就有一切 永远活的祭祀 你永远活的祭祀 你永远活的祭祀 永远活的祭祀 永远活 耶稣 耶稣 宝血 已经 洗 经 el camino 耶稣 受 华 我 illustration 倚 底 psychologist 幸福足健康的神 基督里我已经隐形成衣 基督里我已经永远的酒 我已经洗尽神成衣 我已经全身永远完全 我是一人 祷告梦吹听 我是一人 一生可好了 跌倒七次 斗笔心情 我强壮 如同狮子 我是一人 我已被告据 我是一人 已成熟时间 有共一关联 为我成流 我的道路 越照越迷 你 直到绝不 耶稣 宝雪 已经洗尽了我 耶稣 变上已经抑制了我 耶稣 手法为我成为最 我已经付出健康的神 基督里我已经隐形成衣 基督里我已经永远的酒 我已经洗尽了我已经洗尽 我已经洗尽神成衣 我已经成熟永远完全 我是一人 我是一人 祷告梦吹听 我是一人 余生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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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人 余生和好乐 跌倒起刺 躲避心情 我成装 如同狮子 我是一人 我已被告据 我是一人 已承受时间 有公义冠冕 为我存留 我的道路 越长越迷 祈祷节目 你是一个朋友 我对此生疾了 你是一个朋友 温某家 判断 你要是一个朋友 有一位温柔 你找到你的鳍目 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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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的是要使我们得医治、得拯救 祂不只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 祂也要拯救我们的我们一切的软弱 我们的需要 并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祂要供应我们 因为天父已经将祂最爱的儿子耶稣给了我们 祂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而我们现在拿起这柄文辨明 这就是耶稣的身体 是天父为我们舍的 并且耶稣也愿意 祂也愿意为我们伤十字架 承受这一切的心法 祂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辨明 我们只要愿意 并且辨明这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就能够领受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你为我剥开的 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也拿起杯来 我们辨明这是耶稣的血 与我们所立的约 我们已经在约的之下 我们在恩典信约之下 何等的美好 主要谢谢祢 我们真是感谢祢 主要使我们能够 胜在这恩典的时代 知道耶稣已经完成了工作 所以我们不用再靠自己的行为 那是靠着耶稣已经完成了工作 并且我们也靠着耶稣 我们得以活出 那个相称的生命 得胜的生活 谢谢耶稣 这是祢为我们流的血 主要我们每逢喝的时候 就是纪念祢 知道祢已经完成了工作 并且知道我们在月的保护之中 谢谢耶稣 祢喝得很美好 这是耶稣的血 我们一起领受 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所领受的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祢 谢谢祢 在两千多年前完成的工作 并且祢既已完成 就没有人能够废去 主要谢谢祢 每当我们定经祢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迹其事就必能发生 主要因为祢就是那个完美的神 祢已经为我们承担一切 主要一句我们真知道 我们已经被洗净 我们被赎回 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能够经历神 给我们一切的好处跟福分 是因为耶稣 并且我们真知道 我们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谢谢祢已经完成了工作 谢谢祢使我们能够领受这一切 谢谢耶稣 祢合得的美好 谢谢祢 谢谢祢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谢谢三位一体的神 如此的爱我们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感谢神 接下来我们请同工 帮我们收奉献 感谢神 我们每周可以一起来领圣场 我们知道 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 是因为耶稣 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 不是在乎我们好不好 但当然我们领受这一切 我们知道我们定经耶稣 而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好 阿们 感谢神 好 那接下来我们收奉献 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呢 其实奉献也是一种感恩 就是我经历上帝一切的美好 一切的丰盛 一切的富足 所以我将这个礼物 带到神的面前来 而且我们知道 十一奉献里面有特别的祝福跟意义 就是圣经有说吗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当你丰盛富足了 可是你还一直觉得 我不够我不够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经历更大的 丰盛跟富足 因为神也要我们做 祂的好管家 那神给你很多的财物 丰盛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你要能够知道 怎么运用这些钱 然后甚至是让这些钱 在神的国里 能够更多的被运用 然后你可以积天上的财宝啊 当然牧师也在台上一直讲说 我们不是只是积天上的财宝 我们在地上是要能够提领出来的 所以我们天上积财宝 我们地上也要可以提领 阿们 所以我们在神迹时刻的时候 常常都也会分享 除了意志的见证 财务的见证 然后还有关系的见证 所以在每一件事上 我们都可以经历上帝的祝福 那的确在财务上 如果你想要经历祝福的话 很大一部分其实真的跟十一奉献有关 那如果你尚不清楚十一奉献意义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鼓励你 先去我们的YouTube官网看 你就搜寻十一奉献 就会有很多跟十一奉献相关的 两位牧师都有 不论是十一奉献的五大权利 或是恩典下还要奉献吗 这些东西你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 奉献为什么这么重要 然后为什么我要奉献 但是如果你在害怕当中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 因为的确在旧约当中 有讲到就是十一奉献的祝福 那你如果不十一奉献 就会带来祖宗 可是感谢神的是 我们刚一起领圣叉了 你知道你在哪里 你在旧约之下吗 不是你在信约之下 所以连你不十一奉献的祖宗 耶稣都为你背负了 阿们感谢主 但是没有诅咒 但你的祝福就是 基本款一定有 可是如果你想要经历那个 超自然的突破 那其实还是鼓励你来做十一奉献 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如果是因为害怕被诅咒 那你这个十一奉献 对我建议你不如先停下来 或者是你十一奉献 是想要换得更多上帝的祝福 跟爱的话 那也不用 因为这没有办法用钱买来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先知道 其实包括我们的冲哥 也常常在台上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你是被爱的 当你知道你是被爱的 你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出于爱 而不是出于恐惧 如果你是出于恐惧的话 那这个结果 就不会像你想的那样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其实你做任何事情 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来领受神的爱 如同约翰很知道 耶稣爱他 他称自己是 那个被爱的那个门徒 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 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不论是在服事 在奉献 在做每一件事 你都要先知道 你是因为被爱 如同圣经也说 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要先知道神爱我们 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用正确的眼光 看神的时候 你做每一件事情 自然就会对了 因为你就能够定睛耶稣 阿们 好 那我们现场奉献已经收完了 那如果你在线上 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要经历奉献的祝福 你可以有几种方式奉献 不论是透过 台湾的上海商业银行 城中分行进行银行汇款 或者是这个 扫这个QR Code 就可以线上刷卡 他可以收Visa Master JCB都可以 那如果说在奉献上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写email来 与我们联系 或者是电话 语音留言也可以 0255710747 是教会的室内电话 那目前因为我们没有人力 可以经常接电话 所以我们目前都是用 语音的方式 然后我们会定期去听留言 对 然后下一页 那如果你是在海外地中姐妹 你可能又需要美国收据了的话 刚刚那一个都会开立的是台湾的收据 那台湾收据会是实体的收据 所以如果你需要实体收据的话 你的柱子要留清楚 我们才有办法寄给你 那如果你是在海外地中姐妹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全球国际汇款的方式 直接奉献到我们北美的账户 那这个户头都会是开电子收据 奉献了的话 请写email给我们的美国联络人 蜜娅姐姐 然后电子邮件就是 hoseipaster at gmail.com 这一个 那如果你在美国境内的话 就不用输入那个call 所以就下页 这样就直接可以奉献了 那再下页 那如果你是习惯开支票的丢姐妹 你也可以直接寄到这个住址 那我们一样是都可以收到的 然后一样不用注明 你只要抬头写对就可以了 好下一页 那如果你是喜欢 就是习惯这种线上转款方式的话 一样是可以的 你就只要输入 gisibala7 at gmail.com 就可以做这个线上转款的动作 那但是请不要写email到这个账号 因为这个账号我们是不收信的 好以上 那如果奉献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直接写email 就是到hoseipaster那个 或是写hoseichurchtw at gmail.com 那个都可以 这两个email都可以联络到我们 那我们收到 我们就会尽快与你们联系 然后想办法帮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包括如果你是在内地的弟兄姐妹 那你们的奉献也有其他的方式 那请此下与我们联络 那我们会告诉你们怎么奉献 对 因为目前支付宝跟微信 我们是没有办法开通的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现在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主啊使我们真知道 我们能够经历你的丰盛跟富足 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你先祝福我们 主啊 谢谢你 爱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们经历这一切 主啊 一句我们丰盛富足 可以将你所当得的礼物 带到神的家中献给你 主啊 谢谢你 悦纳我们的礼物 谢谢你 悦纳我们这个人 主啊 谢谢你 爱我们 主啊 使我们能够更多经历 你的丰盛祝福跟恩典 主啊 是的 我们真知道 我们在你的里面 你也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你 谢谢你 何等的美好 爱我们 我们也来回应你的爱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要开始讲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啊 你给我们的心意 就是好的 主啊 使得你爱我们 主啊 你对我们有美好的人生蓝图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无论你在现在听到的 未来听见的 神的大能 无远佛界 主啊 谢谢你 已经给我们 倾听耳跟倾听的心 也谢谢你 已经分别为 圣孩子口跟孩子的心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这里 每一位同工 主啊 每一位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所做的这一切 一起来兴望福音 荣耀上帝的名 谢谢耶稣 今天连话语被打开 就发出亮光 我们就听见 看见上帝的大能 我们就得着 从全来的瑞玛 我们就走在水面上 像彼得一样 得到一句 你来吧 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胜过风暴 胜过风雨 胜过环境 谢谢耶稣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那使我们胜过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 比世界更大 而主赐给我们美好的信心 祝福这里每一位 这样祷告风 耶稣的名求 他们 好 我们现在来讲 铁萨罗尼加 这是一个全新的系列 铁萨罗尼加前书 OK 但是呢 大家表的 也许你平常去看一些 铁萨罗尼加相关的 或是你从来没看过 没关系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其实不仅仅是 四福音 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是可以所谓的 对参的 其实你可以把保罗书信 然后呢 跟使徒行传对参 什么意思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连保罗书信 我们都可以看到背景 什么意思 你都可以看到 呃 原来保罗是在这个状况下 写这个故事 呃 原来他这个时候 跟这个人在这里 然后他从哪里来 在怎样的心境 写这个东西 那你就会发现 你可以更懂这一切 因为我们解经的原则 是什么 时代背景 作者 受文者 以经解经 前后文 上下文 对不对 等等这些部分 所以呢 当你透过了这个时间点去看 你会发现 这些更加的不同 好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使徒行传 有关于铁萨罗尼加的部分 请 保罗和希拉经过 安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铁萨罗尼加 在那里有 犹太人的会堂 好 我们今天看到 使徒行传17章一节 保罗跟希拉经过 安非波里 经过亚波罗尼亚 然后来到铁萨罗尼加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所以呢 铁萨罗尼加教会 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就是这个时候 所谓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 然后呢 他之前发生什么事呢 来我们看一下地图 会搞得更清楚一点 好 这里是 也看到红色的部分 安非波里 安非波里的上面 右上方有菲利比 然后呢 下面有亚波罗尼亚 刚才念到 然后铁萨罗尼加 所以其实是这样 在《使徒行传》16章呢 我们的保罗还有希拉 他们两个人 在菲利比被打 而且他们是罗马公民 可是呢 菲利比的人根本没有问 他是罗马公民 就把他打一顿 然后关起来 然后呢 后来呢 他们就在里面 金拜祷告地就大震动 然后神迹启事 然后绑的那些部分都松开了 然后呢 狱主就以为他们要逃走 或者是已经逃走了 然后狱主就要自杀 结果 保罗就说 不要自杀 我们在这里 后来保罗就去 玉族家跟他传福音 全家都信了耶稣 然后之后 这些人想要 私下连保罗出去 因为他们听说 他是罗马公民 不能够这样子欺负 结果保罗就说 哪有 那有这回事 你们要来 来请我出去 后来他们就这样 请他出来 他们才离开了菲利比 所以事实上 从菲利比 你看到那么远的地方 走到暗非波里 走到亚波罗尼亚 再走到铁萨罗尼加 是被打了 全身受伤的状况之下 这样走的 是这样传福音的 OK 所以呢 他们就一路的走 好 从菲利比 暗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 到了铁萨罗尼加 所以呢 宣教士 流出来的血 这些血跟汗 成为了上帝福音 美好的卧土 把福音传扬出去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好 使徒经算17章1节 保罗和希腊 经过了这两个地方 来到铁萨罗尼加 保罗跟希腊 你知道差别是什么 为什么特别要列出 这两个名字 其中一个理由是 保罗从五重执事是什么 使徒先知 传福音 牧师跟教师 保罗是使徒嘛 使徒保罗没问题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使徒先知 传福音 牧师跟教师 希腊是什么 从五重执事是什么 是先知 使徒先知 是一个七 完美的七 好 这样看起来才是七 对不对 好 OK 然后呢 使徒 赞大拇指 先知指明方向 所以使徒跟先知 一起来服事 来建立教会 其实新约 一直延续到现在 大家知道 使徒行传29章 并不存在 28章讲完 好像没结束 其实29章 就是我们正在做 使徒行传 其实不是真正 使徒在行的传 而是圣灵行传 所以圣灵 现在也在你身上 也在做这奇妙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知道 无论是五重执事 使徒先知 传福音 牧师跟教师 这一切并没有停止 然后呢 先知的执事 现在也还在 所以呢 其实当使徒跟先知 大家定在一起 合作的时候 那个大能 真的彰显出来 你就发现 铁赛罗瓶家教会 就这样子开始被兴起 然后成为一个 大大知识 保罗事工的 一个很棒的教会 好 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好 使徒行传17章 二节请念 保罗照他 诉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者圣经 与他们辩论 所以呢 他们来到 铁赛罗瓶家 要来建立教会 然后呢 保罗就按照 他平常的规矩 所以代表平常 他去一个城市 他就去那个城市的 犹太会堂里头 去传福音 然后呢 为什么要安息日去 因为安息日要聚会啊 OK 所以他最少最少 在铁赛罗瓶家 待了多久 最少最少一定是 14天嘛 对不对 假设今天礼拜六 安息日去 到下个礼拜六 7天 再到下一个礼拜六 又7天 14天嘛 对 这是最少 但有一些解经家 他们就认为 所以保罗就在那个地方 待了最少14天 可能顶多21天 不是 这边只是说 他连着三个安息日 去跟他们辩论 搞不好第四个安息日 就去跟外邦人传福音 第五个安息日 就在谁的家里讲道 第六个安息日 可能就去探访 第七个安息日 搞不好是 人家来他家 他讲给他们听 有可能啊 这边只是说 他一连三个安息日 去人家的会堂 跟他们讲道 并不代表 所以他只待了14天 或是21天 事实上考究起来 应该最少也 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OK 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 透过使徒行传来串租 你可以感受到 铁赛罗瓶家 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 然后铁赛罗瓶家 前书又是什么 铁赛罗瓶家 后书又是什么 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好 使徒行传17章3节请练 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保罗在会堂里面 跟犹太人讲的 到底是什么呢 内容是什么呢 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死 并且从死里复活 好 耶稣必须受害 并且从死里复活 所以传讲福音的重点是什么 要讲耶稣是什么 最下面那行 耶稣就是基督 好 什么意思 耶稣 耶稣是我们绝书的名字 但是你知道吗 耶稣有很多个 基督只有一个 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 也有人其他人叫耶稣同时代 但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 所以你要传讲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好 要传讲的是耶稣是救主 再来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实际上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实际上解决了罪 定罪 诅咒 疾病跟死亡 OK 然后呢 从死里复活 如果耶稣只是 定在实际上 那就为我们背负罪很棒 问题是没有复活 这一切都白搭了 保罗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复活 这一切都是图然 我们就白信了 所以要传讲的事情是 耶稣在实际上为我们成就完成的工作 完美的工作都完成了 然后三天之后死里复活 所以要传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事 你要告诉别人 我们本来是罪人 然后你相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之后 耶稣为了你 那不知罪的 那无法犯罪的为你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呢 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实际上上面成为罪 好叫我们这本来应该下地狱的罪人 我们成为神的义 所以呢 我们就不再是罪人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本来我们是罪人 信了耶稣 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之后 你不再是罪人 你是义人 而义人就要大得好处 而新普吉义本的罗马书八章有特别提到 耶稣为我们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 所以所有完成律法的好的这个部分 就会蒙福 不好就会受惩罚 应该这样说 你没有守安息日 或者是你说谎了 或者是各样的事 这一切的罪都归在实际上上面的耶稣 耶稣为你背负这一切 然后呢 耶稣为你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 所以耶稣做好的部分怎么样 为你做成 什么意思 耶稣为你做得这么好的这一切 发生什么事 简单说 他为你做好这个工作 你得到奖赏 做得好得奖赏 他为你做好你得奖赏 你做得那么烂 他为你受苦 他为你做的那么好 使你得奖赏 所以耶稣为你受害 耶稣为你复活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你就可以期待 耶稣对你有美好的人生蓝图 你就可以期待 耶稣的日子如同黎明直到日午 月照月明 月照月明 从黎明到什么 不要再想什么郭富城的 对 从黎明直到日午 月照月明 月照月明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人生 更美好日子正在路上 那最美好日子将要来到 也许你的人生经历过一些辉煌 也许你的人生觉得你好像有一些 已经高点了 你经历过了 你的青春年华不在 或是你最强壮有力 最聪明的那段日子过去 我现在好像有一点什么什么 这个那个 上帝要对你说 那最美好的日子 站在路上 那最美好的日子将要来到 因为上帝的看法跟世人不同 你要看见神迹发生 超自然的意志要领导 超自然的恢复要领导 关系要恢复 身体要得意志 心里要得意志 财物要得意志 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 为你复活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请 好我们又看到地图 我们就再强调一件事 保罗跟希拉从菲利比 出发受的伤 走走走 走到暗菲波里 再走走走 走到亚波罗尼亚 再走走到铁萨罗尼加 然后建立了铁萨罗尼加教会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 给铁萨罗尼加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OK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是大概西元 公元51年52年左右 所以有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 新约全书最早写的 就是铁萨罗尼加的前书 因为他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 我们在使徒行传 刚才16章17章的地方 可以看到保罗做的这件事 所以他是最早 他比马可福音还早 他比很多的福音书都还要早 你知道新约最晚的是谁吗 启示录 那个时候众使徒都训造 剩一个约翰写的启示录 OK所以时间点 以写作的时间点是 铁萨罗尼加前书是最早的 OK所以你看 保罗希拉提摩太一起写信 给铁萨罗尼加教会 OK顺便提一下 你知道铁萨罗尼加是什么意思 铁萨罗尼加这个字 简单说你去看字根 就会发现很好玩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 你就按strong number 按铁萨罗尼加 当然这个字的原文 这个字其实是写给铁萨罗尼加人 但是我们合本翻铁萨罗尼加 没关系 铁萨罗尼加人这个字 你再去按里面的原文 就是原来的原文字 就会看到铁萨罗尼加什么意思 再按铁萨罗尼加 按进去 就会有一个字是胜利 那你知道胜利这个字是什么吗 就是Nike 就是你穿的球鞋Nike N-I-K-E Nike Nike 没错 铁萨罗尼加 如果你不一定记得这名字 想到Nike 看到Nike都在想到 铁萨罗尼加 因为就是胜过 而且是胜过欺骗 胜过欺满 OK 所以 保罗希拉提摩泰 他们在铁萨罗尼加 胜过欺满 胜过谎言的传扬神的福音 OK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保罗 希拉提摩泰一起写信 所以写这个信必须保罗希拉提摩泰都在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时间点是什么 所以我们请看下一页 就是以后 保罗尼的雅典 来到哥林多 经过考据 经过我们刚才所说的 因为 他们其实在铁萨罗尼加教会 建立教会之后 铁萨罗尼加又出来攻击他 所以他们又从铁萨罗尼加离开了 而且保罗就先到了雅典 然后呢 希拉跟提摩泰还没有来 所以保罗就在雅典啊 传福音啊 什么卫士之神啊 什么雅略巴谷啊 然后呢 之后就从雅典来到了哥林多 他在哥林多待了比较久的时间 然后呢 在哥林多教会牧养他们建立他们 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恩赐的 很富足的教会 可是保罗走的时候又很乱 然后他们又 有一些什么 有人取了自己的祭母啊 什么很严重的一些事情啊 淫乱啊什么事情 所以保罗后来又写了哥林多前书啊 后书啊 去纠正他们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他在铁萨罗尼加 他不会写铁萨罗尼加 前书后书 就直接讲就好 干嘛要写 所以他到哥林多 才会写给铁萨罗尼加 然后他离开哥林多 才会再写给哥林多 了解这件事 就很像罗马书 绝对不是在罗马写 是从某个地方写 寄去罗马的书 OK 懂我意思哦 好 所以他到哥林多 写了铁萨罗尼加前书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希拉和提摩泰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未到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 耶稣是基督 所以是什么意思 保罗现在在哥林多 然后呢 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 同时等希拉跟提摩泰来 所以他们一起在 哥林多 一起能够写 铁萨罗尼加前书 寄去给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人 来建造他们 来帮助他们 而铁萨罗尼加 就是在马其顿 所以希拉跟提摩泰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同时在跟 哥林多教会的人 向那边的犹太人证明 耶稣是基督 同时 他们三个人一起 当然主要是保罗 他们写了 铁萨罗尼加前书 然后寄去铁萨罗尼加 来建立 来帮助那边的弟兄姐妹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弟兄姐妹 请问在恩典之下 你还要不要祷告 很多弟兄姐妹一直以为 不用祷告了 我们神都知道 我现在在恩典之下 祝福会追随我 什么事都不用做 反正我就是安息 我就是安息 我就是安息 就不用祷告了 那保罗在干嘛 保罗没有在恩典之下 他以前是超律法的人 为了爱上帝 去迫害上帝的教会 后来他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 就是三位体的 第二位格圣子 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 他搞清楚之后 然后呢 他开始知道什么叫恩典 但是我问你 在恩典之下 可以把恩典讲得这么清楚的 保罗他有没有祷告 有 所以我们为你们众人 常常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所以保罗有没有祷告 有 所以我们要不要祷告 而且这个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保罗 希拉提摩太 他们三个人 他们一起祷告 所以有些时候 你是需要有两三个 地中学们一起祷告的 好 所以呢 如果你都一直没有 参加祷告 或是你没有祷告会怎么办 请参加每个主日 下午三点半的线上 祷告会 神机时刻 大家一起祷告 也许你没有办法 礼拜天下午三点半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 线上把神机时刻按开来 上帝不受时间的限制 就算在影片里面的人 是之前录的 也许你在礼拜三 礼拜四才看了 礼拜天的神机时刻 那又怎么样 神超越时间 你还是跟你们一起祷告 然后神机还是可以发生 所以你需要祷告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现在知道 信的对活的对很重要 所以就一直听讲道 听正确讲道 当然这样也很好 可是你看保罗还是有祷告 保罗 希拉 田摩太 他们一起祷告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所以你要祷告 那为什么还要祷告 干嘛要祷告 我为什么要祷告 你为什么要祷告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要祷告 我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祷告是想要让神知道 你连讲都不用讲 你想他都知道 其实你连想都不用想 他本来就知道你的需求 就很像你是一个小baby的时候 你还小的时候 你很小的时候 像我们可爱的小橙橙 这么小一个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请问一下 是他比较知道他的需要 还是他爸爸 他妈妈比较知道他的需要 当然是他爸爸妈妈 小孩子就只知道我要吃 他知道要去弄配方奶 或者是要喝妈妈奶 或者是现在可以吃副食品 他都不知道 所以当你还小的时候 你的属灵生命 当然神比你预先知道 但你长大了 就算你长大了 假设你20岁了 你30岁了 你父母的社会经验跟智慧 原则上应该比你高 他很多时候还是比你聪明 但我们的神当然比你聪明 所以神其实预先知道 所以回来 祷告不是要让神知道我们的想法 但是当然 你要跟神表明你的想法 差别是什么 祷告不是说服神 祷告也不是神都不懂 所以我要跟他讲 祷告是用你的嘴巴说出来 跟神确定你要这个东西 对啊 真的啊 所以你嘴巴是有权柄 你要说出主啊 祝福我的身体健康 你的身体并不晓得 他要不要健康啊 所以你要奉耶稣的名 我奉拿着人耶稣基督之名 祝福红巨蜜的身体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从外到里 全部健康 你要说出来啊 你要宣告啊 OK这是其中一个理由 再来 那一定要悟性吗 方言呢 方言神还是听得懂 而且方言更棒一点 是你不晓得要祷告什么 所以神可以使用你的方言 你私下在家里方言祷告 巴达哥巴达哥 小巴达这样 对不对 然后会怎么样 搞不好这方言在讲 明年的几月几号 几点几分会发生某件事 因着你这个方言祷告 你就避过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用悟性祷告出来 吓死人 你怎么敢怎么敢 对不对 所以方言也有他的意义 可以造就自己 OK所以你要祷告啊 好那再来 神都知道干嘛我要祷告 第一你嘴巴要说出来 跟神说你要这个 生死在舌头全下 所以你要说啊 再来还有一件事 祷告也可以是跟神互动 你们去了解去想 主啊你记得吗 当年我们的什么事情 所以你为什么要跟神讲 其实就很像是 好你去某个地方玩 好我们前一阵子 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出国去玩 然后回来我们看了一些照片 你就啊你看我们那时候在那里好开心哦 请问你看那照片是忘了你去哪个国家吗 不是吗 忘了你跟谁去吗 不是吗 那你拿照片出来干嘛 拿照片出来干嘛 你是失忆还是怕忘记 怕你上次到底是带 是跟你老婆去还是跟谁去 不是吗 对不对 就是纪念 所以你的祷告其中一件事情 也是跟神互动一起的回忆跟分享 神知道 但是他要你讲出来分享 就很像是 你就算知道你老公爱你 你老婆爱你 你就算知道你孩子爱你 他说出来你还是觉得很爽吧 还是很开心嘛 对不对 所以要说出来 所以要祷告 为你自己好 让你的嘴巴宣告正面的宣告 然后相信 然后得到那一切的美好 我们再看一下一页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然后呢 他们祷告内容是什么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 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OK是什么意思 他们祷告内容是这么的正面跟积极 你知道吗 通常保罗写信就是鼓励 安慰赵就劝勉 对不对 好然后呢 他在祷告他的内容也是这样 是你看他们跟天父说 天父你看铁赛罗尼加教会弟兄姐妹多棒 他们很有信心而去做很多的功夫 这功夫不是那个 那个功夫 不是那个周星祠的功夫 这个功夫是为神所做的工作 所以你看他们有信心的为神 做各样神国的工作 也许是敬拜 奉献 探访 关怀 读经 或者是做各样的事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 是会被迫害的 你现在的国家比较会不会 你的地区比较会不会 可是那个时候 他们是很严重的迫害的 可是他们继续有信心的去做 然后因着爱心去服事人 去劳苦 去做各样的事 有些时候 比如说探访也是爱心 也许去送食物给寡妇 去帮助穷苦的弟兄 对不对 然后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人 你所做这一切的工作 不要为人 什么意思 今天你觉得这个人 好像很可怜 你去帮助他 或是你觉得这个人好像 我觉得他好怎样 我去帮助他 那我问你 如果人家不感激你 甚至于这些人 后来起来对抗你 反对你 那你会不会很受伤 会 因为你是为了他这个人 你是要为了上帝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想象一下 如果我是保罗 我现在 我在铁上罗宜家教会 我以前在铁上罗宜家的时候 我听说有某一个人受了伤 我就专程的走了山路很远 去哪个地方为他祷告 祷告一祷告就得意志 然后就很怜悯 那我就是因为爱这个人 怜悯这个人 当然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仔细想 更核心一定要是上帝 因为好 你爱这个人 你首先爱神 所以才爱这个人 你就要祷告他就好了 好了 你就走了 结果后来听到保罗 离开了铁上罗宜家教会 然后这个人 惊起很多人说 保罗讲的不对 还要回到犹太教 犹太教才是对的 旧约才是对的 行约是假的 什么之类 保罗是人 他会不会受伤 很可能 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保罗回想 当初因为他求我 我才去了 你看他怎么这样 或是什么的 他可能会受伤 可是如果保罗只要转念 没关系 这一切是为耶稣做的 我是为耶稣做的 所以 就是为了耶稣做的 所以 他这个人改变又怎么样 他变 他就变吧 上帝不改变 耶稣不改变 天父不改变 圣子不改变 圣灵也不改变 就OK了 所以做这些信心的功夫 爱心的劳苦 都是因为 叛奥我们主耶稣基督 因着盼望我们 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人来 大家知道吗 这个盼望是非常重要的 有弟兄姐妹会问我们说 牧师现在在末世的年代 我们现在世界变得很辛苦 然后世界有天会末日 那我要快乐的面对 还是要担心的面对 然后每天忧愁祷告 答案是 当然要快乐 你要快乐 快乐 快乐 你知道吗 我们读圣经 我们常常以为 耶稣好像就是这样 好像耶稣可能比较有人性 上帝可能天赋很严肃 圣灵也比较怎样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神是开心之神 我们是传扬开心之神 荣耀的福音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以为 因为我们合格本特别会这样翻 可称颂之神荣耀的福音 可是其实可称颂这个词 是开心 是快乐 你知道吗 我们是传扬开心之神 荣耀的福音 是传扬快乐之神 荣耀的福音 所以你要快乐的去做这件事 你要开心的去做这件事 简单说什么意思 你发现你最近很不开心 就去做会让你开心的事 你也有魂的需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 积彩宝在天上 积彩宝在天上 所以我们就以为 我们要积彩宝在天上 所以就每天不能够追剧 不能够吃好吃的 不能够出去玩 不能打电动 不能够读小说 不能看电影 我们要追求属天的 这一切都不是属天 不是这样的 你是灵跟魂跟体的 组成 当然灵 真正的你是灵魂 而且最核心的你是灵 你是个灵 你拥有魂 你住在身体里 但是你是有魂的需要的 所以你可以追剧 但是要节制 你可以吃东西 但是要节制 你可以好好睡觉 但是要节制 然后所谓节制是 你就是睡到自然醒 不要强迫自己 如果可以睡到自然醒 其实很健康的 当然你要上班工作 上课就另当别论 不要说巨星牧师说 可以睡到自然醒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要顺服教会 你要听牧师的 没有 你该上课就给我上课 该上班给我上班 不要牵托我 加油 好继续 灵魂体 你的魂是有需要的 所以你可以去追剧 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 因为你的快乐 很多是从魂的部分 然后你快乐之后 你透过那个快乐 神透过这个快乐 祝福你 使你的灵里面得到安慰 所以 你要知道你传扬的事 开心之神荣耀的福音 要去传扬上帝的美好喜乐 跟快乐 然后你可以盼望我们 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因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 然后你就有那个忍耐 你知道心有盼望 就有办法忍耐 懂吗 你心里面盼望 盼望主快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痛苦里面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忍耐了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怕 你可以去快乐享受美好 但是要把耶稣基督 继续美好的传出去 OK 然后你的魂有需要 你可以打电动 你可以追剧 可以做喜欢的事 但不可以违法 不可以说说 我快乐是不是吸毒 不可以 不可以吸毒 那是违法的 快乐事情是嫖妓 不可以 嫖妓违法 而且违反圣经 好不好 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 可是追剧没有违反圣经 也没有违法 对不对 了解 打电动也没有违法 没有违反圣经 对不对 但是当然该上课 上课该读书读书 要有所节制 有所管理 OK 所以你这样心里快乐 你就有办法去传扬快乐的 开心之神荣耀的福音 我们再看下一页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 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保罗一直不断提醒他们 你们是被神所爱的 你知道核心不是你爱神 是神爱你吗 大家知道这件事 对不对 彼得 他在最后晚餐说 耶稣我很能够为你死 我就算为你死都可以 我爱你 我爱你 所以他最后失败了 三字不认主 十二个门徒都说 他们可以很爱神 为神死 为耶稣做这一切 结果呢 只剩一个人在十字架下面 是谁 是约翰 是约翰 为什么 因为约翰不断强调自己是 耶稣所爱的门徒 彼得还有其他几个都说 我很能够爱耶稣 但是约翰强调耶稣很能爱我 所以呢 只有约翰达到了 只有约翰唯一撑在十字架下面 所以呢 保罗跟他们讲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 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是被神所爱的 你要夸耀是夸耀主 夸耀主爱你 不是靠你很爱神 因为有一天 你的爱一定会不够 没有人的爱是完美的 只有天父的爱 只有耶稣 只有圣灵爱是完美的 好 所以呢 再来看下面 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那蒙拣选又是什么呢 你这什么叫拣选吗 就很像你去买水果 假设一摊很多在那 你可以挑你喜欢的 对不对 有一些可以挑啦 有一些不能挑 挑就是拣选的意思 你要特别把好的拣选出来 把你看为喜悦的拣选出来 把你觉得 难道你挑水果 你要去挑破的 烂的 臭的 臭的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拣选就是特别挑出来 而你 我们所有人 信耶稣都是被特别拣选出来的 你可能是你们家 第一个被拣选出来的 也可能神使用你们的家人 已经先拣选你们家人 使用他们 然后也来拣选你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从世界里面被拣选出来的 拣选也就是分别为胜出来的 所以什么意思呢 萌拣选的就是被特别分别出来的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分别的 不要跟这个世界一般见识 有些人讲这些话 听听就好 给它过去 不要跟这个世界一般见识 也不要让这个世界好像可以 用它的世界的意识来吸引你 所谓爱世界不是所谓的 不可以有好房子 穿漂亮衣服 去旅游 或者是开名车 不是世界其实是一个价值系统 是一个信念系统 以钱为核心 是世界的概念 想要被人爱而追求 这一切是世界的概念 想要因为有钱 有名 有事 长得漂亮 长得帅 让人看得起你是世界的概念 所以我要买一台好车 才做得到女朋友 我要买一间房子 才有人肯嫁给我 其实这都是世界的概念 当然我知道了 实物上来说 有一些真的 你必须 你要跟人家结婚 人家嫁给你 或者人家娶你 你必须有一定的那些部分 当然那个不是 所有这些都是世界 而是核心 你知道吗 我们的核心都是上帝 核心是 你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荣耀神 你不要把别的任何东西 当你的核心 有人这一生的核心是 我要得到我父亲的肯定 我要得到我母亲的赞同 所以很多那种念书 念到后面 念到博士毕业 然后呢 然后就留下遗书说 妈妈我为你读完博士了 我拿到证书 证书在这里 然后再上吊自杀 真的有这样的人 真的有 好OK 就算没有自杀 很多人都是为父母活的 那父母成为你的核心 不 上帝才能是你的核心 OK 有人儿女是你的核心 你所有一切就是专注 专注就是你的儿女 所以呢 有一些人就变成是 他原本是很棒的人 可是 等到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出生 他变成专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结果这孩子成为他的神 也许没有成为神 成为他的首要 就比其他人什么都更重要 当然 神有托付 你好好照顾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这是对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他们的权柄 他们不可以是你的权柄 你不能绕着他们转 当然孩子一开始照顾他们 其实有一些先后顺序 可以调整 但是他们不是你们的主 不要让孩子成为你们的主 也有人是这样子 不要让父母成为你的主 也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的主 要让耶稣成为你的主 你是被特别拣选出来的 然后很多人呢 他这身目的就是赚钱 有些人这身目的就是花钱 你知道 很多人赚的钱没得花 有些人花很多钱赚不到 然后花光光 其实那一切都是虚假的 你要知道 让耶稣成为核心 因为你是被拣选出来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也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不独在乎言语 所以你去传福音要干嘛 你要传什么 你看这短短的经文 前面告诉我们 保罗在会堂告诉大家什么 现在告诉我们 传福音其实要看重什么 来 不独在乎言语 所以传福音是有言语的 你当然要讲 不然不用言语怎么传 当然你也可以文字传 影片传 现在时代不一样 可是还是要讲话 还是要语言 但是不是只有用讲的 讲的一套大道理也不错 因为如果是正确的道 也很好 可是不只是言语 也要在乎全能跟圣灵 也要在乎全能跟圣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恩总教会有神迹时刻 我们要释放上帝的全能 圣灵的大能 不让我们的讲道 不独在乎言语 乃是在乎神的大能全能 并充足的信心 所以每个主日的下午三点半 你可以live的 参加同时间的 线上的 真实的 同时间的 神迹时刻 但你也可以参加之后的 再按出来看 都是可以 OK 所以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所以 好 弟兄姐妹 你需要操练信心 其实需要 耶稣是使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那位 他是信心的创造者 完成者 建立者 他要帮助你有更多的信心 那你怎么让自己信心更多 更多认识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有些人对上帝的看法 是很 小气的 但是 你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去经历那个 他那么大方恩待祝福你 那你在这部分的信心就提升 然后有些人认为 好像天父就是一个老法官 坐在天堂的宝座 然后拿着一个审判锤 你犯罪 惩罚 你讲脏话 惩罚 你什么什么惩罚 可是你如果在恩典里头 去经历 原来耶稣做那么好 你可以蒙福 那么你在这部分的信心就提升 你知道信心 首先得救需要多大的信心 不用多大的信心 就很像你坐在椅子上 你根本不用去测量椅子 O不OK 事实上当然可以测量 而且可以算他的结构 可是你根本不会算 你就坐下去 显然你对这个椅子有信心 对不对 你有没有坐坏过椅子 有没有坐坏过 好了 我有承证好不好 好 但是呢 又怎么样呢 重点是 这就是信心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坐在那椅子上 你现在坐在沙发上吗 你现在坐在椅子上吗 你刚才有用信心吗 你知道吗 其实你有用信心 得救的信心 你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信心 你就得救 因为得救是什么 得救就是被救嘛 你被人家救需要多大的信心 好 假设你在火场里 吃火 消防员进来 他说我要带你出去 来跟上 你可以不跟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跟 跟的话需要用一点信心 可是后面就是他带你 你是会用那些 喷水 还是你会用什么东西 没有 他就带你出去 你就是被救的 你就是负责跟 你想要选择 相信你就用了信心 那个部分有一个信心 你怎么知道 这个消防员会不会是疯子 搞不好是一个cosplay 是一个假扮自己消防员 或是搞不好这个很笨 他搞不好会自己死掉 问题是你自己 在里面更危险 他带你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原则上是这样 对不对 好 可是上帝救你 就绝对会救到底 所以被救这件事 不用多大的信心 得救是信的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OK 好 那么再来 其他的部分 事实上医治这件事 也是福音的基本款 你有没有发现 耶稣传福音 同时都是传福音 赶鬼医治 然后耶稣给12个门徒 再给70个门徒 再给所有门徒们的大使命 马可福音提到 我们十万病人 病人就好了 我们有权柄 捆绑 抵挡一切的污鬼 然后还可以医治 一切的病症 所以不用多大的信心就可以 可是我知道 你现在为人要祷告 有一些人得医治 有神迹很好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那要继续相信正确的 所以你要继续听 正确相信 其实就很像是 为什么这样 我也跟你说 因信称义这个真理 其实在500年前 很多人信了 都不觉得自己得救 可是你现在信了 一信你就发现 你那个罪疚感不见了 罪得赦免 然后得释放 那是因为这东西 已经恢复了最少500年 那我们信心呢 信心医治这个部分呢 才几十年 而且中间又被断很多次 又有很多令人跌倒的 有一些人 假装自己可以 有医治的大能 然后骗钱 这种事都有 也不够传讲的 其实严格出来 今天在传讲 就短短的时间 所以才会没有那么强 继续传讲 继续下去 就会像阴心称义一样 这么的大大的彰显出来 现在随便一个人 还信耶稣 你会要祷告 他真心的流泪 信了耶稣得救 他就觉得 我的重担放下来 然后晚上睡得很好 有一天我们为人祷告 医病也是这样 一祷告就得医治 晚上睡得很好 会一样 只是因为传讲的时间 一个已经最少五百年了 一个连五十年的 真正传讲时间都不到 所以我们要继续传讲 相信了 然后继续参加神迹时刻 你要看到神迹 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再看下一页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 是怎样为人 好一章五节的后半段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 是怎样为人 再来是怎样为人 是什么意思呢 保罗 希拉 提摩泰 保罗跟希拉 他们在 铁撒罗尼加传福音 他们还活出了一个见证 再给你强调一件事 你就算没有活出见证 有一天你在天堂 会发现有很多天国的国民 他们就只是得救而已 那就很像是 那个金银宝石草木合结 有很多人 这一生所做的事 草木合结 经过火 这一切都烧掉了 但是他自己还是得救 自己还是得救 但声音上说 虽然得救 但是像经过火一样 但还是得救 就很像从火场里面 被救出来 人熏的黑黑的一样 可是他是得救的 这些人就天国的国民 但是有人是金银宝石 为神所做的 传扬神是金是公义 传扬神是公义的神 传扬神称我们为义 传扬我们是义人 公义 金 银 银是救赎 传扬神救赎了我们 我们已经被救赎 我们被拯救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金银宝石 宝石 以佛得 十二个宝石 胸牌在这个地方 好 什么意思 我们人就像宝石一样 被神宝宝提膝 在胸怀里头 这样爱的 你要传扬神称我们为义 你要传扬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你要传扬神 爱我们 把我们宝宝提膝 珍惜 保护在胸口的 那个以佛德 一样的这样的保护 然后存到永恒 有天国的奖赏 OK好 所以呢 怎样为人 有很多人没见证的 我必须说 很多基督徒 还欺负人 也有 很多人 自称自己基督徒 根本不是基督徒 还来诈骗 也有 有些是基督徒 可是他生命 就是没有成长 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 他就看他不爽 我就是不爽 我就是不爽他 怎样 我就不爽 神就是爱我 就是不爽 没错 你还是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你就去对他不爽 没关系 所谓没关系是 你还是会得救 可是你的奖赏呢 没关系 反正神爱我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没爱他 也没关系 是没关系 如果从得救的讲度 可是哪个部分有关系 奖赏有关系 保罗他们是有活出 见证 是怎样为人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长 你知道 有些时候 仇敌常常做一件事 就是去破坏 那个教会里面的合一 我不喜欢你这件事 我不喜欢你那件事 然后呢 没关系 我们还是表面上 好像相爱 但是 其实心里面没有解决 你不一定需要 去跟那个人讲 可是你要在神面前 主啊 为什么我爱不下去 你来帮助 我要更多的 向你荣耀神 耶稣在实在上面 说什么 主啊 原谅他们 他们不想 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你看 斯蒂凡也学到了 主啊原谅他们 他们不想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他就被打死了 所以斯蒂凡的生命提升 然后训道 他是第一个荣耀的 美好的这样的训道者 新约之下 这样美好的训道者 我们呢 你看他长这样 我好讨厌 你看他这样说话 好讨厌 你看他那边装可怜 好讨厌 你看他定人家最好讨厌 他一直控制 他一直讲 好讨厌 你可以爱一个人 然后有智慧保持距离 可是你要爱这个人 但是又不要被挟制跟控制 你知道要一个平衡 因为有些人又说 你要爱我 所以你要听我的造作 那不是这样的 要懂得在那个平衡 我们要学习 像使徒们 他们是活出一个见证来 所以他可以很大声写信说 你看我们怎样为人 荣耀上帝的名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仇敌常常就用 彼此喜欢不喜欢 来破坏一个团队的合一 但一个团队不合一 不同心 然后慢慢人就散掉 就不能做神的工作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人不一定都要一样 你可能不喜欢他 你可能觉得 你看他是不是觉得不合 比如说好 他这样子神怎么选他 牧师怎么让他上台 他那样子神怎么选他 怎么会让他做这个服事 这不是你要决定的事 让上帝来决定 神会感动牧者 全秉文来拣选谁 有些时候是给他机会 你知道吗 有些人神就是要让他在一个位置 让他能够看见他自己生命中的弱点 然后他需要去修正自己的弱点 你不让他上来怎么会修正呢 但是有些人你自己在台上了 结果你又不去修正自己的东西 那么有一天神要 为了你好 会让你暂时休息 所以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吗 怎样为人是很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活出见证来 就很像是 很多人说神都爱我 神都爱我 神圣秉文去 为什么我不能够做这个服事 为什么我不能上台 我为什么不能讲道 我为什么不能让大家看见我 对啊 那我举一个例子 你能够接受一个牧师 在台上讲了头头是道 然后私下过了一个很淫乱的生活吗 你应该不能接受吗 对不对 当然不行吗 对不对 他台上讲圣洁私下很淫乱 当然不行吗 对不对 好那牧师不行 传道可不可以 不行吗 对不对 那传道不行 那屈牧可不可以 不行吗 对不对 那区长可不可以 不行吗 对 那小组长可不可以 不行吗 那你是小组员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你是小组员 哪有这回事 那这条线画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 被人看见的你要有生命的见证 那有些人到了某个位置 他真的被人家看见了 结果他又开始定别人的罪 所以啊 其实我们要来到神面前 去处理 要看怎样为人来荣耀上帝的名 我们再看下一页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这边提到效法我们 效法主 什么意思 保罗希拉活出了一个 怎样为人的见证 然后在这个经文里面 告诉大家 以使徒的权柄 圣灵漠视他 以使徒的权柄 写出来说 你们要效法我们使徒 也效法主 你们要像我们效法主一样 来效法我们 也要像效法主一样 来效法主 就是学习我们 也学习主 也像我们一样 学习主的意思 你知道他们是在大难苦难 之中吗 你可能现在在教会里面 觉得你怎么爱我 你怎么说这个话 你怎么做这件事 什么什么 可是他们在极大的苦难 被鞭打 几乎要死 各样的苦难里头 他们还可以彼此相爱 还是我们必须要到 这样的迫害 才能够彼此相爱呢 我们要彼此相爱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他们在大难中还是喜乐 他们在菲利比被打对 菲利比书是一个 满满充满喜乐的喜乐 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的喜乐 然后他们因着有神的真道 那个不能震动的国 不能改变的在那里头 所以有能力去爱人 然后他们就可以说 使徒们就可以说 你们要效法 你们要学我们 然后你们要学主 也要学我们来学习主 然后来荣耀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 不用做任何事 只要愿意接受耶稣 接受他为你死 为你复活 他就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承认你有罪 需要他赦免你 接受他做你的救助 你就不再是罪人成为义人 这样就得救了 但是得救 就是我常说那句话 耶稣领进门 奖赏在个人 耶稣带你进了这个窄门 他就是门 耶稣说我就是门 所以你进到门里头 你就已经得救了 一旦得救永远得救 但是后面要得奖赏 我们要效法主 我们要效法使徒们来效法主 我们要学习使徒们如何的 越来越活出耶稣的样式 所以我们要练习 从彼此相爱 从接纳跟你不同的人开始 但是在里面也要有智慧 不要被诈骗 好 所以你可能怀疑 这个人有点诈骗 我怎么知道 你不要给钱 诈骗大部分骗钱或骗感情 不要把感情放下去 不要把钱放下去 不要把自己交给他 可是你可以心里面 跟钱财上保持距离 可是你还是可以用爱的态度 去对待一个人 而这一切是什么 相忍为国 有没有听过 不是为了你自己多怎么样 而是为了神的国 相忍为神国 彼此相爱 像使徒们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一样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谢谢你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我不晓得我们现在 在什么状况之下 我只是知道神 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但是上帝要对你说 我对你每一个人 在各样的状况之下 都有特别的出入 来跟从我 来寻求我 来对我说话 然后要看见神迹发生 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来到一对一的与神在一起 他要教你如何分辨 或向左或向右 哪一个是正确的方向 进到那里头 得到那美好的祝福 谢谢耶稣 也让我们不仅只是得救而已 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胜过我们生命中的一些 自卑自怜自傲 讨厌别人 讨厌自己 胜过这一切 然后成为金银宝石 荣耀上帝的 得到美好奖赏 一同做王的人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起立 我们是艺人 我们是蒙恩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很开心的 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宣言 我们打从心里一起来念 一二三 请 我相信上帝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双手 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我们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顺便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喔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喔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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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罪 定罪 诅 诅 诅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